我说我 好 小二十秒也是拿着这个 小八雷特 二十秒之后又要滚出新一轮cdk了 大家拿出刀来拿出各种神器 拿出刀来对拿出各种神器 预测下半局又是达满的节奏 是的 我70一个双杀 直接是把这个2打4的局面改变了 改变成了2v2 对 现在要出现点情况 刚才呢 我们是这个火线的赢了 哇 这是怎么打死的 他是先把人放过去了 然后把人放过去之后 然后又卡掉 对 七零好像又有一个预判 甩了一枪 直接把人甩死 我们看林肯的这个位置实在是 这猫的实在是 林肯到底要干什么 谁教你的 我 哎呀 只要你一枪秒不了我 我肯定得把你带走 对 他七零笑得多开心 是 他们就像玩一样嘛 对 还有一个人拯救了世界 对 而且一个人杀掉了四个人 是的 因为平时比赛都很紧张 然后今天可以玩一玩 无抗意义这位置 他是有什么想法呀 就应该 好了 我们就说到这儿吧 对 然后让保卫者自己去猜吧 是 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 对 看他怎么说 一墙之隔 反正你们小心吧 对 来了 这个太狡猾了 这个太狡猾了 这个 对 而且也很果断 非常的果断 必须是直接选手才有这样的反应 是的 我觉得这个意义刚才肯定是停下来 跟芽芽打了两个字 哈哈 芽芽好惨 对 不是 我觉得他应该打四个字 不好意思 对 我们的18的位置 哈哈 这 这 你是在卖萌吗 对 大家都在玩吗 背个小熊猫 卖萌 其实18的位置是很安全的 这是挺安全的 很安全 谁没发现 哎 哎 怎么后面还有一个人啊 他没想到放上去了三个人 后面还有第四个 是 太尴尬了 但是我觉得这局他们已经成功了 因为意义是把这个芽芽给这个带走了 哇 这么远一个黄金帽头 手将黄金帽头 我觉得 哎 哇 哇 齐灵这 绝技也是帮大家报仇的 大家玩得太开心了 没错 一颗闪光弹扔进来 选手们你们平时是有多压抑啊 一看都管得严 憋成这样 是 这孩子憋的 都没什么玩的了 开始互相玩玩队友 反正轻松轻松也好 对 我们大家这个现场观众看的也非常欢乐 我们现场观众看的也开心 我们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呢也可以把自己这个愉悦的想法发送论坛或者短信发过来 我又是一向这个又是在这里呀 鸭鸭报仇 是好的 鸭鸭怒了 对 我二兄 鸭鸭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感觉二兄打的还是很认真的啊 哈哈 鸭鸭我错了 哈哈哈哈 刚才不是我说 现在是2比1火线队领先 我看到有一个同学 这个尾昊3652同学 他说 这个支持我的男神 70KD 我刚刚听到鸭鸭的一声尖叫 他说啊 然后他就死了 哈哈哈哈 这只鸭鸭真是太可怜了 他是一个众矢之地啊 我一看哈哈 一听就是他的尖叫 特别辨识度特别高 对 他们也是在 这扁扁的啊哈哈哈哈 好的 二兄 这是看到了吗 没 没 好的 哎呦 这个一这个AK啊 火旗鸭真好准 除了没想到 除了这个狙击之外 这个机枪也这么火 是 意义是从头到尾 一直保持着一个很火热的手感 是的 他使命感很重啊 对 感觉他 这个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啊 哦 哦 一波对拼啊 是 对 那次是拿起蓝色 来了一个双杀 是二星一个人了 是的 我感觉他们应该策略一点 怎么老不胜二星一个人 如果想 如果想刀人的话呢 哇 如果二星刚刚第一个人打到 还有机会 现在应该是没机会 他们就是打算过来这个集体要刀了二星的 是 策略就是我先把你的人杀到剩一个 我再刀你就好刀了 是的 我 来了 如果二星能反刀的话 我觉得就帅了 帅呆了 是的 现在只剩二星要决击 哎 要碰到 哎 漂亮 给二星你个一位四的机会啊 对 二星绝对的这个 对我感觉大家要刀的话 一定要讲究策略啊 集体上啊 是的 一个群欧战术 是你们不是玩的嗨吗 那要在比较窄的地方集体上 对 比较宽的地方就容易被扫了 然后哎 扔以该扔的道具可以扔一扔 对 三比二 章乐队 也就是我们的 E这个队领先 现在秀币还是零击杀 加油加油 还真的是 秀斌一直想刀 但是都没有刀到 知道 那要不就别刀了 秀斌吧 然后我看到我们短信平台上有同学说 712号7197的同学 他说什么情况 直接改刀站了吗 是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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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是我们的声音太大了吗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们给信号了吗 对应该是 应该是下面的观众太激动了 是 哇 这个很果断很帅啊 是 直接蹦过来 我先给你一下再说 哎 看到了 芽芽 芽芽 芽芽是虚谋已久的想去刀人 结果没想到 哈哈哈 芽芽好喜欢逼水外面的道门 芽芽 你你原来不是这样的人 嗯 看到这种情况 哇 啊 成功的是刀到了一个 是 你们 这是 大炮拿出来 哎呦 哈哈哈 一个个好开心的样子 是的 哈哈哈 玩得太开了 是 现在 比分还是 我们都已经忘了比分这个事了 知道 双方又忘记了 又打成了3比3平 我们其实现在一瞬间觉得比分已经不重要了 谁必是要给我们 反正我们看的挺开心的 势必要给我们打到6比6这样 这 这个 修毕丸这边还是没有开张 哎呀开张了 刚说 对 但潜伏者已经是占领了A 2点了 已经放8了 对潜伏者这边安放6之后 他们就集体拿小刀等着 哎呦 48 还是nice 18笑的好开心 嗯 二星好淡定的感觉 他们明显就是假装很淡定的样子 对 我看到有一个同学 尾号手机尾号1078的同学 他说 雅雅我支持你太给力了 我想问这位同学你从何看出来的呢 反正他可能是在那个刀之前 对 因为近期这一段时间雅雅一直非常可怜的在那刀 是 被各种刀 雅雅是非常可爱啊 嗯 哇 还是太年轻 然后我看到有的同学非常认真的在对我说说 主持人你不能爆点啊 哈哈哈 我们真的没有我只是只是只是这个假装对 我们好心的提醒他一下 对 我们是给选手一个悬念 而且我们都提醒了 我说你们都小心点啊 对啊 对啊 我们是公平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是一个非常娱乐的一个比赛 大家也是好玩抱着这种好玩的心态在玩 对对对对 所以大家也放松心再看就好了 对 对 失败了会有收获吗 我们有那种 发现了 这太有想法了 对 Jerry一个伤杀 是的 本来Jerry也是拿着小刀往前蹦的 对 没有看到两个人果断把枪给掏出来 是后面他发现了 就是前面那个发现Jerry了 然后Jerry没办法就拿枪 诶 据说我们有这种 偷瞄大屏幕的选手啊 哈哈 谁哟 你们要注意点啊 不能这样子 是谁 你这样子是不对的哟 哈哈 我们三个要不要一直这样带着优质话 哈哈哈 Jerry打的非常认真啊 嗯 对 风声水起 这个机架 哇也好准啊 好像是遇到了这个汤姆一样 这应该是相互锁定位置了 嗯一个样 最后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 到底去 那还是那还是那呢 Jerry在找他的汤姆 看到两个人 反弹一下 但是没想到 说by是没有被摆倒的 而且卡里卡的死死的 对吧 喵喵对Jerry应该是非常了解了 对 他平时私底下生活中是一个 跟比赛中一样这么灵活的吗 是的 非常的灵活 对 也很 有点小小小鬼头的感觉 嗯 而且最近Jerry枪也变准了好多啊 最近变准了 对 在你的督促下 是 哇 这 我刚刚看到E也是挥着小刀就出去了 哎 这 这雅牙太能蒙了 对 回头就把人给爆掉了 哇 哎呦呦呦呦呦呦 这根本是混合战 都不知道是什么模式 混合模式 现在已经是5比5平了 我们记得上一局上半局的时候 是这个火线队这边领先的 对7比6 然后我看到手机尾号是0582的同学 他说今天过生日啊 求祝福 而且他支持林肯 那我们三个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是 祝福你 又剩下林肯了 我看到短信平台这个尾号2265的同学 他说大家都把自己的队友干掉吧 哈哈 这我就说大家口味很重吧 对啊 这个比他们互相刀杀还要 口味还要重 是啊 关键你看他们平时也没有这种机会 是的 现在可以暴走 哇 果然 林肯是既然没有发现吗 对 锁定了位置 直接 他没有看到吗 林肯说我容易吗 我 对 说不一话也很果断 我是招神惹心了 对 他们是不是商量好了 这个剧本也也演得太好了吧 又打到5比5平了 反正 剧本 要是到剧本演的话 那穿越的这边还得拿一个 对 对 哎 这剧本 好 Jerry快跑快跑快跑 对 我们也听到现场的观众朋友 非常非常非常不要节操的说 哇 这完全就节操掉一滴呀 对 非常不要节操的说 刀他刀他 Jerry好可怜啊 Jerry好可怜啊 好可怜 后面有5个狼一样的人啊 对 哇 真的是猫捉老鼠的感觉 哇 快跑 有木游 快跑 有木游 Jerry你的名字起的片 一个 好的 好漂亮 两个 哎呀 Jerry无关